夏天 这么多人 人再多也要冲啊 这回是咱们毕业之前 最后一场 大型的招聘会了 来得可都是些大公司 而且 这是咱们毕业之前 最后一场招聘会了 也是 再过一阵 我们就离开学校了 不知道又有多少 情侶要分手了 北投大学毕业了 也就在教育里面 我今天简直太机智了 先抛出不可能答应的条件再降低 对方果然很容易就能接受 后天就又送给大神堂的毕业礼物了 果然不在啊 鱼公和猴子九也不在 莫扎他在 唯唯师妹啊 美人师兄 谁告诉你这个绰号的 我身高一八零 比牛还壮 比美学还黑 美人干毛啊美人 好没上次在篮球场没见到你 一直闹着要见你 好没 我叫她 好没 好优美的名字啊 她妈妈在峨眉山梦见她是个女孩 在她出生前就取好名字叫好没 鱼公他们开玩笑的时候 喜欢叫她美人 我可不能把大神供出来 不过骗人也不好 这样 那天在篮球场 我见到了鱼公和猴子九 好 你们两个怎么能出卖我 我让你们胡说八道我 这个 我把你给它分心 我把你给它分心 这 走 刚刚真人PK去了 鱼公 猴子脚 打得他们鼻青脸肿 跪地求饶 放心 我没供出你来 师兄 其实我觉得 你还是蛮幸运的 你的名字不是来源于 峨眉山吗 你万一不叫好眉 岂不是要叫好鹅 好鹅 好饿 叫起来哥没什么一点 你愿意在大街上 被一个男人叫好饿 还是好美 这问题我反复思考了很多年 其实我可以叫好山 好山 我要打造的发簪 就差天山白玉和九天翠虎 两种材料了 就等发我的那两个材料过来 就齐活了 薇薇 你终于来了 我以为你也跟蝶梦帮主 一样不玩游戏了 没有啊 只是一直在忙考试 对了薇薇 你现在有空不 怎么了 帮我杀下幽民鬼老 新出的副本包子 杀了两次都没过 你没过呢吧 还不知道 GEM怎么把零售给我呢 万一这好在打怪 好像不太方便 八点过后行吗 我有点事儿 嗯 好 我等你 灵兽啊 灵兽 等把这些灵兽 给了大神他们 到时候队里美人一只灵兽 依次排开 那是多么拉风啊 没人师兄 素来 发戏有灵兽 没人师兄 素来 发戏有灵兽 没人师兄 素来 发戏有灵兽 三嫂 这灵兽你从哪儿弄到的 太神通广大了吧 是我们女贼抢亲的视频 签约游戏公司给的 视频中的主要角色 人人有份 游戏公司怎么会大方到 连个配角都发神兽 是你要的吧 知道就别说出来嘛 默默感动就好了 好感动 老三嫁得好啊 老三嫁得好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三嫂 有件事情要对你汇报 露宿 今天有人打电话到宿舍 来跟老三表白 真的 电话我接的是个女的 不过我听到老三拒绝了 表白 三嫂你放心 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老三洪杏出墙呢 师兄 淡定 表白没什么的 我从小 就是被人表白到大的 美人师兄真不行 太不行了 天天跟愚公他们在一起 这点抗零能力怎么混啊 去 三嫂 刚刚老三从我身后路过了 就在你说你从小被人 表白到大的时候 胡说 她明明说今天晚上 有事不上线的 她刚回来 现在她在开机 幸好我跑得快 不对啊 我干吗要下线 不就开个玩笑吗 只要跑了 岂不是显得我唏嘘 不行 做人要坦然 如果不怎么坦然 那更要无比坦然 我刚刚掉线了 老三 你老婆真是天才啊 过奖 小元王的确不太稳定 她神迹性那么好 不会把那句话记一辈子吧 不行 俗话说得好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 听说今天有人打电话 向你表白了 今天只有人打电话 邀请我在毕业晚会上演奏骨针 鱼工喊我擦背 下来下来 好